賽車路就有休息的空間了 暫停回來是一波7比2的小高潮 離角 Walko第一時間沒有接穩 還是選擇勉強出手 Walko on fire 現在 今天台中的球迷也能夠看到傑哥發揮 麥卡洛說不啊 麥卡洛馬上打一個快攻三分蛋 這一顆三分是勇士隊的即時雨 漂亮的空手走位 麥卡洛在籃底下 運用自己身材的優勢輕鬆拿下兩分 對 護方 顧伊德拿到 哇 這個連續的籃板球 麥卡洛強打進區嗎 塞給錢肯尼 錢肯尼 拋頭拿下兩分 哇 錢肯尼的空手 外圍直接換防了 再做轉移 麥卡洛突破往進區 要到了犯規才能享受 哇 麥卡洛空軍起飛了 這也是塞瑟夫的重要性喔 對 塞瑟夫一下去之後 這個平平挑戰籃框啊 麥卡洛這個身體狀況越來越好啊 這個就是一個左側邊的切入 那接下來對於勇士來講會滿辛苦的 因為包含了麥卡洛 布伊德 甚至錢肯尼都有從這個位置突破的能力 對 那誰要來互框就是很大的問題 這一次傳球出現失誤 但是 布伊德又把球抄回來 來到籃底下 麥卡洛拿球 直接攻擊籃框 哇 這就是麥卡洛的價值喔 再往外分 這一次外線出手沒有封到籃框 吳家俊拿到球把速度推快 麥卡洛 powerplay來到籃底下 就在 通常人家把這個進攻的節奏給拉 麥卡洛 抬到禁區 插板得分 麥卡洛在這一節是很 反倒是傑克在第三節比較 沉默一點喔 對 交給文成 繞過臉戶 文成 這一球要出現失誤 看到這種連續失誤 這個是比較不應該連續中都沒有辦法掌控 麥卡洛要跳出來搶分了嗎 這一次出手是不算的 然後第三節尾端的時候 有這幾個強勢的攻擊 讓分數還是有一點 而且今年在富方這種連續失誤的情況 變得非常多的情況下 所有球員會灑住 所以說分數會被追進了 就變得越好掌控好啊 對 對 要把節奏慢下來擋 發動了時間 結果這一次傳球直接被操走了 麥卡洛踩歐洲步 西踏取經 東踏取密 在湖底 三分出手沒進 籃板球被布依德拿到 快速來到前場 做一個give and go 單手飛扣 健身教練將領 在季富邦的快攻得分 還有12分以上 在聯盟當中排名第二 不過效率相較於過去是有種假象 來看一下箭浩在底線發號 9分 那現在只剩下5分優勢了 阿吉一個回馬槍 找到麥卡洛 忽然跳投 裁判享受 對 在以前場均20分的得分 所以這個就是打贏不方就很明確的 這個籃板內線的優勢 麥卡洛 盤底下撈金這一球 尤其在第一節 跳出來幫助到球隊 後場出現失誤 布依德這一次也沒有擺進 但是後面還有麥卡洛 買保險 在前方 還好 在後面有一個任務 就放到球隊 下方向的這次 在海洛 裂面